民眾黨前立委蔡壁如前景市場 謝票面對黨內開始找戰犯 蔡壁如低調 倒是陪同謝票的前秘書長 謝麗公直接開炮 謝麗公直接點名 任到競選辦公室上班的黃珊珊 直求對決 過程中都會有一定的變化 反正該怎麼做就怎麼做 黃珊珊對黨內態度還算客氣 但面對國民黨發言人林濤 在第一時間認為黃珊珊是戰犯 要道歉 除了反嗆還要合作嗎 還在臉書嘲諷 國民黨只想用民調誤差範圍 引軍入瓮 而黨主席朱立倫詐騙不成 反而責怪報警的銀行行員 而黃珊珊更批選舉過程中 有心人在我軍與盟友裏製造敵人 找戰犯 這些都是最廉價的手法 藍白不只黨內抓戰犯 兩政黨也互相開撕 但前立委邱毅發文稱 賴清的面臨潮小野大的制衡 前提是藍白必須合 更含話朱立倫和韓國瑜 最近該去拜會柯問哲了 藍白合不合很重要 只是雙方態度都搶硬 真正破壞藍白的過程的 就是黃珊珊 政黨沒成功輪替 兩黨互抓戰犯 藍白合不成 變成敗選相罵本 30新聞綜合報導